由祥旭芭蕾舞团所主办的一起放暑假 舞动青春嘉年华 今年即将迈入了第四年 原本碍于经费不足打算取消活动 但是因为有许多的民众询问 舞团决定本着推广艺术的精神 继续办下去 祥旭芭蕾舞团的成员正在加紧练习 因为一年一度的一起放暑假 舞动青春嘉年华 将在8月3号、4号的晚上 再向日葵广场举办 虽然今年的经费不足 但是舞团还是决定继续办理 让艺文推广不中断 我们是一个在地的舞蹈团体 对于我们三炉地区的艺文推广 其实是真的很想尽一份心力 所以其实在已经思索之后 还是决定就是希望说 能够在我们三炉地区 继续办这样的活动 当然我想经费确实是一个 舞团办活动最大的困扰点 那我们其实也就有想过各种方式 要来怎么样承办这样的活动 但我想就是希望说 借由就是三重区公所的合办 然后我们新北市 前新北市议员邱廷卫议员 然后我们三重区称核资源代表 还有我们三重高中陈经级会长 就是这些人大力人社的推动下 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能够继续下去 舞团进行安排 让两天的演出呈现不同的内容 民众在三号欣赏完正式的表演之后 还可以在第二天接着欣赏不一样的惊喜 第二场我们把它定位为教学场 希望借由就是舞蹈的教学过程 让民众知道说原来芭蕾舞 中国舞 现代舞的课程 是要需要借由一步一步的累积训练 然后才可以变成 大家在舞台上面看到的所有的展现 所以就是希望说在第二场8月4号这一场的教学场 观众能够借由就是欣赏这样的课程的呈现 然后进而带入舞蹈的表演形式 让大家能够更贴近舞蹈 今年活动首度邀请民众一起来支持 不管是到现场欣赏表演 还是结束之后投递募款箱表达肯定 都是给舞团很大的鼓励 这个舞团的所有演出的一个经费 变成由舞团还有其他的一个协办单位 比如说我们三重七公所 我们刘来冲七长提供的产地也非常的帮忙 还有我们的前议员邱婷薇 还有我们三重高中文教资金会董事长陈欣奇 那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一个在地的舞团 为了我们三重第七的一个艺文活动 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 所以说我希望说我们所有的三儒 所有爱好艺术的所有的民众 能够在八月三号的时候 来到这个向日葵广场 对舞团的一个支持 也希望有你的小小的一个心力的赞助 能够让舞团继续推广这个艺文的活动 想要感受芭蕾舞的魅力 想要欣赏得奖的表演 那么绝对不要错过 一年一度的一起放暑假 舞动青春加年华 记者陈明辉 林景瑜三重采访报导